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研究群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能夠邀請到李秀琴老師來分享 他的題目是《宗教儀式與音樂》 《談臺灣道教與民間音樂之關係與互動》 那我們蠻少有機會討論到宗教音樂這個主題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今天能夠有這個主題 特別是不同的宗教其實跟音樂都有很 我想是不同方式的一種關係 當我想到宗教音樂的時候 其實我直接想到一個是我自己研究的一個案例 因為我在討論中國大陸文革時候的基督教 我在那個時候知道很多聚會的狀況 就是說他們沒有牧師 然後也沒有聖經 所以那個時候聚會最常見的狀況就是 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在唱詩歌 然後報告在做幾兩件事 因為音樂這邊是一個很基本的 其實在沒有任何體制性的信仰活動的時候 其實還有音樂教會 所以我想音樂真的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基本 那修行老師他是 德國的柏林自由大學的民族音樂學的博士 那目前是擔任台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系的 傑德斯教授 那他主要的研究領域就是在道教音樂的這個領域 那我們就一起鼓掌來歡迎他 下午好 謝謝貴所的邀請 有點戰戰兢兢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這裡講過話很差 就雖然參加過研討會發表 那我想了很久就是說 你們會期待我講些什麼 因為各位都是宗教的專家 那我自己本身研究的是宗教音樂 特別就是說台灣的道教跟法教音樂這一塊 那這一塊當然就在台灣目前做的人比較少 那我對因為我是聚焦在音樂的部分 所以對宗教本身啊 不敢在各位面前安門弄 就還是少談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在做甜調很多的過程中 當然就是說會噴出到什麼樣的儀式 會用到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什麼不同派別的道教 他用的音樂是不是都一樣 那就是在這幾年的很長期的觀察中 就發現其實都不一樣的 那他們有他們各種形成的背景 那我今天大概準備了 我因為就是演講時間大概抓一個鐘頭 那我想因為我自己在這幾年的那個研究中 當然就是有參加了一些所謂的宗教音樂 就是大寶教音樂這一塊的調查 所以也錄了一些資料 那我不知道各位對這方面熟不熟悉 所以我就想就是前半個小時 就是用我的PPT跟各位來簡單的介紹 然後半個小時 因為我自己就是用了很多的那個錄影的部分 各種部分派別的錄影 然後我覺得就是百聞不如一見 你們看了 你們一聽那個音樂就知道大概是什麼派別 至少我們是會做這種了解 然後就知道有時候你們會發現就是不同的派別之中 他的音樂是互用的 所以那怎麼樣的互用 就是因為他們可能就是在形成過程中 他們是有朋友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我在介紹影片的時候講 那那個在前半個小時的部分 前面幾張的PPT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綜合 然後後面就是有詳細的介紹 那在後面就有一些的照片 那這個隨時都可以調整 那基本上我就抓半個小時 跟各位解釋一下這些的環境區 那至少就是說我研究的這一塊領域 那如果說各位有問題的話 就要歡迎提出來討論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 從我自己的觀點去做這個研究呢 當然就是一定能夠滿足各位所要知道的 OK 好 那爭取一下時間 我現在就從我的那個內容 跟各位介紹一下 首先就是 目前台灣的幾個道教的派北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那當然就是最早就是領埔跟正義 那正義就是我們說的最主要在北 我們那領埔他其實也叫正義領埔派 如果你跟他說他不是正義派 他會不高興的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屬於正義的 但是叫正義領埔派 他最主要他就是在南部 那這個就是說三、四百年前 基本上最主要的 在台灣的族行的道教派北 然後呢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呢 就開始加入了三個新的宗教的道教 那就是禪和輕微 然後最後呢 從基本上進體的就是2014年的全真派 那這個當然全真派不是2014才開始以後 之前就已經有 但是比較年輕 2014以後呢 他就稍微近一點 然後現在學生也不少 那這三個 這五個派北他們的音樂都不一樣 那詳細呢 我下面再介紹 然後呢 對我們研究音樂的人來講的話 就是說前面這幾個 特別就是正義領埔還有呢 呃 殘和跟輕微 就是稍微呢 就是有點民間的味道 但是後面的殘和輕微 稍微不太一樣 這個不是完全民間 好 那最後呢 就是那個正義 就是對我們來講 他是屬於所謂的宮廷音樂 就是宮廣的音樂 那宮廣音樂之前都沒有 然後這幾年 我們才開始調節他所會有 那個宮廣音樂的氛圍 OK 好 那那個 呃 因為在台灣的 這些的道教法教 其實跟基督教一樣 就是說音樂用的很多 但是他的用法跟基督教不一樣 基督教他信徒要唱聖詩的 台灣的信徒他不需要開口 就是聽道士 前場道士跟後場的樂師他們在表演 是完全兩個不同的參與感 好 那去了解就是說 他們的為什麼音樂會不同 那當然就是你去想到就是說 因為台灣最主要漢人的那個成分就是 張舟人跟全舟人 原住民我們現在就不談 那張舟人他們帶來自己的傳統音樂 就是有北館音樂 有歌仔戲 有歌子 全舟人帶來的音樂就是南館音樂 黎原戲 南館戲 波帶戲 那這些的不同的音樂的樂種分別 在宗教裡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像那個歌仔戲 他們就是說 他在仇誠演戲的部分 那北館音樂他就直接用在後場 全舟人的南館音樂 他前場的部分就是道士 他帶有一些的南館的韻味腔調 那其他的布袋戲 他也就是仇誠演戲的這一塊 那如果說我們知道他用了什麼音樂 我們就會想到他原由是從哪裡過來這樣 當然現在今天開始有顧了一些 那這個剛提到就是 盛潛最主要是正義跟領寶 那現在台灣要看那個領寶的部分 因為領寶他最主要 他不是只有做羊的 他也有做音的 那音的部分呢 這一部分他的樂曲是很多的 那因為台灣人比較不喜歡 去看那個商事的場合 所以我們在 我跟那個謝崇輝老師 在2003年就有做一個 就是那個領寶拍的 他商事的一些歌曲 因為他商事的歌曲 其實大部分都滿好聽的 但是一般人比較不容易聽到 現在更不容易 因為他現在被很多的 現在的那個李醫師啊 他們只有錢帶 他們根本不會用這個音樂 但是那時候我們有保存 錄了很多的這個領寶拍音樂 現在保留在那個台灣音樂館 那因為那時候呢 倒是我們有簽那個合同 就是不能外臉 所以你們在上網的時候 怎麼可能看一分鐘或多少 那我們有保留很完整的一份 給那個演唱的道士 他們自己都有留了一份這樣 但是我們不能外臉 OK 那這個 所以呢 林正義的部分呢 他當然北館用了很多 他在唱腔方面呢 他當然也比較直白 就不會像南館這樣 就是領寶的 他就是很多的韻味 那這是他們很大的 在倡運上的很大的區別 那另外呢 就是說那個領寶的部分呢 他還保留到 保留一些以前的傳統 就是有用到 還有用到那個 所謂的南館的裂器 包括琴琴 包括那個教羅 還有四塊 類似這樣 那這個部分在台灣 其實也消失的還滿多的 那我在2012年的時候 我有去金門錄的那個 楊土金道場 他也是領寶的 他們用的那個南館的樂器 比台灣保留的還多一點 那個韻味也保留多一點 等一下我機會可以看一下那個影片 那這就是從他們做的那個 道教儀式的屬性 然後來做一個區別這樣 那戰後這個 禪河、清偉跟全陣 因為禪河跟清偉 他就是戰後那時候 同時就是由福州來的道長 那傳過來 然後他們自己炒創 就是自己研發這部分的那個 所謂的道教的一些的科語 包括後場音樂等等 所以呢 他們兩個有些的曲目是互用的 因為有一次我去錄了禪河 然後因為有幾首全律特別好聽 我就稍微有了記起來 然後去看聽那個清偉的時候 我說這首怎麼那麼熟悉 然後呢更那個更妙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桃園 看那個桃園那個商事的那個視教 他們在演出 我說這首玄律不是我剛剛昨天聽過的嗎 然後他們視教也拿過來給我 因為他們視教其實會夾雜的 非常不同派別的東西 那在禪河跟清偉他們的音樂 好幾首是互用的 那他們的後場也差不多 就是只有兩三個 那都是佛樂器性質的這一部分 那禪河其實他比較接近佛教的唱頌這個部分 清偉的部分稍微活潑了一點 那他們自己也改創了一些 比方說那個以前我們只看到那個法教的過關 寶童過關的這個部分 他們這個創新的一部分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等一下我放給各位看 因為他有親生到 用福州系的一些的元素 然後把它放進來 福州系 然後包關一個 但是福州系的那種系 這個就是也很特別 好那全針的部分 他就是比較屬於所謂的公冠道教音樂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現在就是在宜蘭的道院他們非常的活躍 然後他們現在也非常多的那些 現在都培養很多的學生 現在他們也都是變成道士在各地演出 那他們的公冠的大院 當然沒有像他們原本在四川的那麼的豐富 因為他們缺了後場 那最主要的前場的部分 他們有學了就是打擊樂的部分 那後場他如果說比較大型的這一塊 他就是會請那個禪河的那個良情的 良情的他們來幫忙這樣 那其實他們說 其實他們都找不到人 國樂系畢業的學生他們不願意 因為他們那個還要學這些宗教的曲目 他們沒有時間去學這些 那很多人對這種部分 他其實不是那麼的習慣 那這個就是這三個派 那等一下我們看那個禪河 禪河跟清文部分 我們會比較可以想像 比較接近佛教的那種讚頌的這個氛圍 那那個剛剛提到這個 那個因為就是到2014年 這個全正道開始比較大量的漸漸傳進來以後 我們現在就是真正體會到 道教的兩個很大的派對 就是根據中國學者他們自己的分類 一個就是全正 一個就是正義 那正義的部分因為他們演示的那個對象 就是跟民間比較連結 所以他們要演奏比較民間的一些 會用民間音樂的素材 放在他們自己的音樂裡面 後彩音樂裡面 那全正因為他們的對象就是在宮廷 就是宮廷裡面的道館 所以他們演唱的對象當然就是神 所以他會比較專業一點 那正義他就是比較跟民間的那個音樂 就是會比較水乳交融 所以就變成有兩個不同的性質 我們聽音樂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因為他那個公貫的性質 所以他很多的 因為我們說早期 早期在行程的時候 我們說道教在行程的時候 他其實跟佛教學了滿多的一些的東西 包括早期那個中清 木 這個是跟佛教學過來的 因為我們說道教在行程的初級 他其實是很多比較法的部分 就是那個污洗這個成分 就是還沒有正式成立一個所謂的宗教體系 然後他中間要慢慢慢慢行程 所以之後那個 所以我們發現為什麼在正義裡面 他很多的 有時候我們現在在台灣講的道寶二門 他們其實以前也是一家人 只是說有時候你法教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會做得稍微簡單一點 然後有時候就是用大事火 然後做一些小法儀式 有時候他就會用那個前面綁一個布啊 裙子 然後做一些小法的儀式 因為我覺得他們現在要怎麼做 就是他們隨自己高興 因為也沒有人會去干涉 所以現在各式各樣的情況都會有 那這個就是一個是全真 一個是道義的最主要的差略 那因為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他在那個科語的經典部分 就我們現在看 你如果見道士的他們有些科語來看 你會發現他有些的那個詞啊 我們說記那個部分是很接近的 但是那個音樂完全不一樣 而以前在開始摸索的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在研究道教音樂 我們就是透過財谱去瞭解這個音樂 要不然你就用聽了 因為沒有傳譜 那這個沒有傳譜部分 所以有時候因為中國大陸 以前他們也做了很多的那個財谱的這些事情 但是你一聽也覺得這個音樂是不對的 它的詞是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一直搞不懂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因為他有一個民間性的問題 民間音樂他使用的問題 所以變成就我們說有廣東道教 上海道教書 走投臺道教音樂這一塊 因為大家都不一樣 那那個傳譜的詞是很多是共用的 OK 這剛剛有聽過 那這個我就跳過去 因為這個各位都很熟悉 就是他最早形成的過程裡面 OK 好 這剛剛有提到的 那 所以這裡在講就是說 在整個道教音樂他形成的過程 特別就是下面這一部分 因為那個先有佛曲 他們就是比較上軌道 然後就是在宮廷裡面 他因為在中國的每個不同的時期 他有些是從佛 有些是從道 所以那從道的部分他就把佛教的音樂 變成道教的音樂 就是至少那個名稱是取成道教的 比方說下面那個秋枝佛雪 變成清華洞真 或者其他也使用到西域的一些音樂 無醜變成長光 蘇柔慾變成深朝陽等等 那這個音樂他即使有些 當然不是中國自己本身的傳統的 那有些是來自西域的這一塊 那現在我們聽的歌的音樂 當然有一部分就是說 比方說我現在極力正義或領寶也好 當然有些是他們之前老師的道長教的 然後傳承過來 那有些在傳承過程中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 因為如果跟民間比較接近的那些儀式的話 他們就會演奏一些民間的流行的小調或歌 這個以後就變成他們自己音樂的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你經典上也查不到的 你在傳承上也查不到的 那道教有沒有譜 是早期是有的 那問題是這個譜我們今天都沒有人看得懂 他這個就知道 他的譜叫做玉音法式這個部分 那個譜就是這個玉音法式 這個我們叫取責譜或深取 深取責 他就是我們看得好像有 我轉折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沒有人讀懂 這個在中國的學者研究方面 還是沒有讀懂 他就是有點類似西藏的樣儀譜 但是西藏的樣儀譜 他也是有點這樣取責譜 西藏的樣儀譜他有時候還比較 不能說誇張 他是橫的 然後有時候在那個關區的部分 他會有一些的佛像有水果 還有各種不同的神 他可能就是說代表你在這個時候 唱到這些時候要拜什麼神 然後拜什麼水果 也是這樣 然後他那個曲折他高的時候 不表示那時候的音質高的 所以就不合我們那個想像的邏輯 就很困難 那聽說就是現在全世界 大概到五個人他們會 研究有部分的所謂的樣儀譜 因為他看起來是很接近的 那這些所謂的曲折譜 也沒有我們可以讀懂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天書 但是他的詞是跟我們今天的一樣 就有些他們倒是還在用的那個詞 然後不虛啊什麼什麼 你去對照一下 有些真的就還跟我們一樣的人 但是音樂就沒有辦法喘 OK 好 那下面就稍微談到就是說 那個因為正義跟領寶的部分 他是跟漢人有關的 那漢人的音樂呢 特別我們說來自漳州的 帶進來的這個悲館音樂啊 就是會用到什麼地方 比方說那個李哲光老師 他把他分成就是有拜神了 然後拜神的時候 因為他不同的科語 什麼赤髓敬壇或者是道景 那這個都是北館的牌子 那北館的牌子當然很多 你有時候可以就是用中間的一個牌子 或兩個牌子 那鬧壇的時候要用什麼 半仙的時候用什麼 這個通常一個非常好的道士團 他要非常好的後場的音樂 那他就真的就好好要學一下北館 那如果不學的話 他們當然就是那整個那個 這個儀式的風味就會 就會有點打折扣這樣 那這個就是拜神類的北館 然後醫療類的北館 醫療類的北館 他其實有那個坐篩 這個是屬於法教的部分 他有法算進去 那那個也是用到些什麼樣的北館去 然後那個法王類的 這個就是喪事的部分 鬧壇 鬧壇其實他就是在最後一天 然後其實要演給那個家屬看的 那時候如果北館音樂壇搶的後場 他就會開始秀一下 在南部我朗朗這個部分 但是北部我看他就是用鬧壇 那這個是用到北館 那這裡部分最主要就是說 聖一派他其實用的跟民間音樂的 這個百分比是比較高的 那那個全真派他是屬於公館音樂的成分 是比較高的 最主要他就有兩種不同的屬性 OK 這個其實我們說他用到北館或南館音樂 他的北館也不是說 因為北館曲目非常多 牌子的部分就是 嗯 曲樂 那他不是說這一首牌子他全部演奏 他可能就是會演奏的一兩段 然後就換另外一個換另外一個 然後前面要看那個道長 他現在在演什麼 然後趕快換一下樂器 有時候用手拿就是比較 氣氛就比較熱的長 然後有些是比較哀怨的 他就要換一個師族啊 就是那個二胡啊 或者是一些弟子的這個樂器 就是你要非常的靈活 然後因為每一個道長他在唱的時候 他每一個人的起音都不一樣 他音高不一樣 然後有些人聲音很好 有些聲音不怎麼樣 然後你那個後場樂師你要抓 抓他現在唱的音高大概多少 然後你後面全力要跟著跟 那有些那個當然就是後場樂師 他會慢好幾拍 因為他要抓那個前面道長 他現在唱的音高怎麼 然後有時候他唱不準的時候 後場也很辛苦 他還是要去跟 他覺得格格不入 但是也沒有辦法 我們也會去注意這些 然後當然一般人比較不會去管這些 那這個就牽涉到他的一些的效果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他籃管的部分 他就是特別在林寶派黑衛的比較多一點 那還有金門如果說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金門去看他 因為我有去了幾天然後去跟班 我覺得他們那個林寶金門的那個都是真的非常辛苦 他們現在基本上也都是只有老一輩的 七八十歲的 然後整天從早上六點到晚上九點 我有會說你這樣一天怎樣 他還拿到多少錢 他還這樣 所以真的很辛苦 但是他們很強 樂器也很強 這個就是行事比人強這樣 OK好 那這像檔子這些都屬於所謂的難管的樂器部分 這個就是在對付就比較看不到了 好 這個是公辭坡 那那個現在法教的科醫本 以前是手抄本 然後現在都是用打字的 他們可以自己打字 然後去把它裝立起來 那這個就是金門的 剛剛有提到的 那這是一對兄弟 那這個他是那個 這個楊道長他的老師的孫子 然後我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他向左下角這個他用掃腳 這個掃腳在台灣 我們看到只有在正統裡面 在楊媽祖的時候才有 一般的道教的儀式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他們都會有 特別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然後在外面 因為他其實聲音很難大聲的 這個在台灣就看不到 那又中間那個三面 就是他們那個手上的樂器 因為看不太清楚 他們都有些那個難管的樂器裡頭 我們就有時候叫當子 他有時候叫叫樓 就是這樣ㄎㄎㄎㄎ 平面小樓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台灣現在看不到的 就是他那個在祭司儀式開始 當然不是同一個儀式 就是那個他這個都是有男的有女的 那是同一個家族的人 就開始他們都是開始騎檔 然後就一直在繞繞繞 然後就一直騎檔的時候就是 發那個什麼黃色的那個虎啊 類似紅骨子那種這樣 那個又上講那個是養道長 但是他也同時扮演那個法師的部分 所以他也會他會有時候戴額眉罐 有時候這個那個道士的那個 那個道士帽還沒有拿下來 他也在扮演這個就是做法教的儀式 然後有在拿手臂這樣教 那下面是他自己手抄本的 這個是派上領寶什麼 對可以 他是剛剛提到他就是屬於領寶派的 OK 好 聽講說起檔 起檔就是 前面那個找一個哪一個 中間他們都會起檔 他們輪流起檔 就是有個雞童 對 道士變成雞童 不是他們本來就是雞童 他們本來就是雞童 對 不是道士變雞童 OK 我也 那個道總在外面伴奏 因為他們是一個家族 那四五個人那一天好像 還是五六個人 那都是永遠在那邊去檔 這個我不知道台灣早期有沒有 那現在應該是看不到的 好 那這個就是那個 永文老師的法教的部分 因為他好幾年前就開始培養一批 學生當然不會留下來繼續參與 那這個就是一個廟 一個宮廟的那個信徒 那他們就把它組合起來 然後他們在學這個 這個國版花牆 這個儀式這樣 下面也是 然後那個在外面 這個客棍 好這 那是另外那個是正義的 正義他扮演那個法式 OK 好 那這些各種不同的曲目 他們演奏的 這些下面這個 基本上很多都是那個 賊管的百計 他們用的曲目 那每一個後場 他用的那個賊管音樂 當然不太一樣 他當然會用他自己比較熟心的 OK 那有時候會加進一些什麼 遊行歌曲啊 大家熟悉的一些遊行歌曲這樣 OK 好 這個是林寶的 下面那個是 下面這個是 上面是林寶的 下面也是 就是台南的李安雄道長 這主要就是讓各位看一下樂器 這個基本上就是後場音樂的基本配備 就是羅古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們說五樂 五打樂 另外一個就是有吹那個旋律的手拉 還有鼻子 或者是拉型的這個樂器 叫明樂 好 那這個就是 剛剛已經有各位提到的 那禪禪啦 禪禪的部分 他是比較接近佛教的 讚頌的這一塊 所以我們看很多的樂器 他基本上也非常的類似 但是他們就是 有時候在演特定的科語之前 他們會來一個像羅把的一個敲打 等一下讓各位聽一下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也是很肯他們當初傳過來的時候 那個道長自己加進來的 因為禪禪他比較不像我們一般所理解的 宗教的這一部分 我想大家要知道這一段歷史 OK 好 那我就把他跳過去 像下面那個 右下角那個 就是穿的就比較像佛教的 是一些的服裝 那他們最主要樂器就是這三個 這邊是古 然後吊種 後面那個是陽晴 還有一個是惡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錢多一點的話 可能就會搞一個鼻子這樣 那基本上都會是這個配備 那這個禪禪 這個是比較詳細的部分 他那個禪禪那個道教那個 叫道中總壇 就是因為以前有去跟他們做過總壇 所以他們這些有些比較 比較所謂inside information 那時候就是有跟他們請教一下 那他們的其實他們的後場樂器 也跟輕微跟禪禪差不多 不是說他們不想擴大 是他們也是找不到人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打擊樂 就是一個或吊種 然後可能就是來一個陽晴 或一個惡這樣 基本上也是這個配備 OK 好 這個是就是輕微 我們說輕微跟禪禪 當時以後都是從福州那個大長 這樣傳過來 那輕微它是顯得比較活潑一點 它音樂會比較活潑一點 那它的特別就是我看過 他們兩個比較常去演出的那些 那個什麼叫演出 看到的那個也是哪一個是斗光 就很特別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李董華蕙 它的李董華蕙跟這李董華蕙 跟這李董華蕙也不太一樣 它李董華蕙還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等一下讓各位看一下 然後這個斗光 它其實從我的角度來講 我會認為它是比較接近法教的部分 然後我請教那個總壇的那個道長 他說不是我沒有法教的東西 它其實是有的 那各給這些輕微的道長 他出去外面他還會弄一些法教的東西 但是總壇他那時候不承認 那個斗光那個道長他其實 那時候偶入的時候應該是 他已經六十幾歲 他就是扮演那個三男夫人 三男夫人因為以前就是綁小腳 然後他要模仿他那個綁小腳那個腳步 然後去做這個儀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女的道長他做的 他這個直接穿福州的戲服去做那個斗光的儀式 等一下讓各位看一下影片 OK 那這個就是輕微的後長一個陽氣 然後這個中途 那這個就是那個女的法 剛剛我提到的就是他們的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輕微的 就是那個你看他那個很明顯 我們一看就會覺得他是穿法教的那個瓶座 但是那個總壇他就不承認 他們說是跟法教無關 然後這個中間那個就是雲高雲那個道長 他這個穿的就是瓶座系的戲服 我說你那個戲服在哪裡拿的 那就是說在中山堂附近啊 那個什麼什麼街啊 對 然後這個就最後這個你看他也是兩個法師這樣 然後拿的那個法索 好 這個是輕微的 現在有時候他們經會多一點 他們又會請一個電子琴的 然後就是陽琴跟鬥 基本上是配備 然後左邊還有一個是打節奏的鼓的部分 好 這個都跳過去 那這個前針的那個 這個他們這個左右兩個 這個我們說小的平面樓 他們叫擋子 這個就是直接那個書道長 從那個四川上學過來的 好 那現在他現在土地滿多的 大概幾十個 然後這個也是 那個羅通常他不是這樣放啊 人手不足的 只有就是禮物他來一個人來建議功這樣 好 那我現在來放一下那個影片 好 讓各位看一下這個樂器 好 那我現在放在那裡面 好 那你們兩個主題 好 那我們現在放在那裡 好 那我現在放在那裡 好 那我先放在那裡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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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妳看什麼打電話 等一下他會用 因為那個台灣的 好他現在拿的這個就是很類似那個正義的 正義的那個 不是正義的正義就用這個 類似的 聯保 聯保的 對 OK好 那聯保也是正義派的 正義用洗腳 聯保用牛腳 這個是牛腳 這個是牛腳 我剛剛 他其實兩者都用 他有一個 他要用一個是從福州傳過來的 就是那種很彎曲的 我們今天叫洗腳的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是用那個牛皮紙 黏上那個ダマガ那種去做的 那個圖片他沒有顯示出來 好 好 好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種彎曲的 然後當然他只有總盤現在有這支東西 因為他是流傳下來 那現在很多就是用洗腳的部分 這個造型跟這個很類似 用洗腳 跟那個正義的那個 原臉的那個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他們從福州帶過來的 OK 好現在回到這個影片 然後就往前拉一下 往後 一這樣拉就完了 這個 這個已經可以了 對 往後 一這樣拉就完了 這個 好像 像這一首曲子在彈合他們也在唱 對 等於現在放半眼然後看一下裡面的愛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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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你的笑話 鼓舞 請你聽聽 上晴晨敬故江山 這個就是在模仿三男豬人的奏駝穿那個翔駝 那這個很多輕微的大伴他們太喜歡我這一場 因為他們說做這個動作很奇怪 所以他們就沒有免出這一次那個戲 然後就只有總彈這個他們看 好 那這個我現在再看一下一個 也是其實我這個女的 這個 這個 鷹駝穿的這個 對 這個嗎 對 這個先 對 這個就是他每一種皇位 然後就是把不好的那個行程的力啊 然後跳出來 然後把這個樣子的音樂 太多了 拉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高雙手 太多了 對啊 那我現在可以 一點點 一點點 對 所以 小心點 那我現在可以 那我現在可以 好 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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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